请收看贵律法师薄写讲座 修行佛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第二个忠耕气的人就是劝转 苦啊是很苦的啊 逼迫为苦之相是奴因之 你应该知道啊 劝转就是忠耕气的人 还算不错的人 急啊那是着急来苦 这个恶因不能造啊 生长为急之相 会继续助长我们的恶因恶果啊 这是奴因断 你应该赶快断掉啊 灭地的奴因证的极灭 极尽为灭之相啊 奴因该证也好好的修行 去证明它的存在性啊 道地的处理为道之相啊 你应该好好好好的修行啊 好 再来 最差的根气的人 如果说讲了也不听 那是没办法 佛就讲自己了 正我已知 我就指佛啦 佛陀已经知道啦 那佛陀已经知道 这个世间之苦了 那我们是愚痴的人 不相信佛的话吗 简单讲的 只圣人都讲这样的话 我们凡夫 那就更不用讲啦 人家圣人都讲这个世间为苦啦 那我们做凡夫的人 应该听圣人的话 根本就毫无疑力地告诉自己 人家佛陀苦的 我已知 佛已经知道啦 那极地我已断 释迦牟尼佛讲 我已经没有苦啦 我已经断掉一切的苦啦 那灭地 我已正啦 我已经正悟到 这个不生不灭的 涅槃境界啦 那灭地 我已修 我已经结束啦 修到一个境界啦 那你们也好好地去 跟着我的后路走啊 天台四教的四地 生灭四地 无生四地 无量四地 无作四地 生灭四地 是藏教的啦 就是小圣教的啦 苦则生意灭三项全宜 苦的话 就是说生住 这个生住意灭的 生意灭三项全宜 上来这变化嘛 急就会产生贪生吃 等分四心流动 等分四心流动 那就是说 就是贪啊 是一个 吃啊 第二个 撑啊 第二个 吃啊 第三个 等分就是 贪生吃通通有啦 就是等分啊 是四种心流动 贪生吃 等分 等分就是通通有啊 平均通通有啊 四种心的流动 就是四心流动啊 贪生吃 等分 等分啊 通通有 灭之有 还归无啊 刚刚已经讲过啦 灭之有 还归无嘛 灭什么 三界的因果之有 还归 真地之无啊 那么道 对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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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习系啊 容易 夺 就是除掉 夺掉 除掉这个什么 恶因 就夺啊 夺掉恶的那当然就是 剩下是善的啦 就是对贪 亦夺 天台的四教四地的第二个 无生四地 是通教的 苦 是了苦 如患啊 了苦如患啊 是啊 苦也是患的啦 乐也是花虚患的啦 是当体极空啊 所以是生死 就是涅槃啊 是传宗讲的啦 苦地啊 极地呢 是了 霍业 原生无性啊 一年生 一年灭这个无性啊 就烦恼 我们叫菩提啊 烦恼 当体极空 就是菩提啊 苦极 当体就是空 空故不生啊 所以不生 所以现在是无所灭 没有所谓的灭地啊 为什么 苦地跟极地 当体就是空 就是苦极体空啊 苦地跟极地 当体就是空 所以就是苦极体空 空故不生 因为一切法皆空嘛 当然就不生嘛 不生哪里有所谓的灭呢 本来就没有生 你哪里有灭呢 就是 啊 这个电灯把它关掉 但是电灯本来就没有开 你关什么东西啊 那 道为能治啊 祸为所治啊 所治即空啊 能治也是没有 简单讲就是没有所谓的能所啦 天才是叫四地的无量四地 无量四地 就是别教所修行的 九法界的苦相不同 九法界就是除了佛 那么就是菩萨啦 身闻圆觉啦 再来就是天啊 人啊 畜生地 恶鬼啊 阿修罗啊 九法界的 其地就是贱祸 善有无量啊 何况五柱烦恼 这个五柱啊 欲爱注地啊 色爱注地啊 无色爱注地啊 三界啊 开成五柱烦恼 这个已经在前面讲了好几次了 就贱祸善有无量啊 何况五柱烦恼 灭呢 就法门有无量啊 对法门啊 论这个止规也是无量 论这个止规就修行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是止规了 就法门无量啊 对法门呢 论这个止规怎么样才能恢复到我们的原来的状态呢 止规那就是恢复到我们的本性啊 也是无量的法门啊 道 这一个佛法门无恙 譬如说大圣啊小圣啊 拳啊 十字啊 偏啊 圆啊 多是杭沙 太多太多了 何况多佛 一佛法门里面有无量的大圣小圣啊 全十二字啊 偏的圆啊 或者多是恢杀 太多了 太多了 多得像寒河沙一样的 何况多佛 天台四教四地里面的五座四地啊 圆教啊 圆教的四地的苦 圆教对苦地的诠释就是 因住皆如 无苦可舍 五阴啊 十二路啊 五阴啊 或者六路啊 一般来讲是十二路啊 五阴啊 六路啊 或者十二路啊 七路 本来就是本性的东西 无苦可舍啊 圆教的人说 无明尘老就是菩提啊 无疾可断啊 本来就没有啊 断什么东西啊 神死就是涅槃 无灭可振啊 神死当天就涅槃 无灭可振啊 也没有所谓的 邪啊 也当体就是空性 那就是中道 这无疾可修啊 无疾可修啊 无疾可修就是容易切法啊 那么苦地跟基地就是熟地啊 就顺着生死的货业苦啊 顺着生死的货业苦啊 顺着生死的货业苦啊 那么这个真地啊 就是灭 那么道地就是熟地 就顺着生死的货业苦啊 顺着生死的货业苦 那么就是苦地跟基地啊 要灭就是观空 就是真地啊 那么道地啊 就是依照熟地去修行 从有里面修到空 所以就是逆生死 就是所谓的货业苦啊 就给所谓的苦啊 就是生死疲劳 从贪业去 就多益为苦啊 生死疲劳 从贪业去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好 我们讲身心自在 把比拿起来 十种自在 第一 受命自在 你要是能够修这个少欲哦 无为啊 第一个 受自在 哎 你这个菩萨要长命啊 要短命啊 通通 是你有这个神通力的支持啊 受命自在 第二 就是心自在 为什么 心自在就是生死无人啊 神跟死啊 中间呢 动摇不了你的 第三 财自在 啊 这个财产的财 你要去修这个 也能够得到自在的话 活不上自在 那你财产就自在 随你 怎么样快乐 啊 你就会显现出很大的福报 因为不思所得到的福报 所以人家说 掌握 掌握 这个 这个机会啊 不思是有福之人 因为很多人喜欢印经啊 那么这样现在是时候 正是时候啊 财自在啊 因为有施舍嘛啊 第四个就是业自在啊 唯做善事 以及欠他唯啊 说业自在是因为啊 自己去做善事 而劝别人做善 将来你就业自在 业力的业 第五 随意能亡 随意能亡 因为你持戒啊 因为你不杀 不托盗 不邪应 不妄于不饮酒嘛 所以啊 随意能亡 随你的欲望 而能够得到你的一切 随意而亡 那就持戒能够生福啊 第六 圣洁自在 什么叫圣洁自在呢 因为啊 你修忍辱 修忍辱 所以你的心 不起心不动念 没有被迷糊了 所以你就能够随你的欲望去变化 因为你忍耐忍辱 因为无量节 修忍辱 所以你能够圣洁 书圣的圣洁 解 解释的解 圣洁自在 这个圣洁自在 简单讲就是充满着智慧 意思就是忍辱多福能生智慧 你一个人不随时便便受人家左右 所以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第七 愿自在 大愿帝让王菩萨的愿 愿自在 因为我们以前呢 精进努力修行 所以我们今生今世的感觉愿 能够自在 有愿必成就是愿自在 还是由精进来修行 第八 神力自在 其最神通啊 最殊胜的通啊 由定所得神力自在 为什么 因为你修定嘛 所以你今生今世感得了神通自在 第九 自自在 什么叫自智慧自在呢 因为你前世弘法立身啊 所以你的阴身啊 众生因为你的阴身而得到 得到这个解脱 所以说 智慧自在 是因为你施舍这个智慧 而你内心里面有充满的智慧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就是说 布施给别人的东西 自己一定不会缺少 就是这样子 就像师父一直 布施这个智慧给大家 我也不会变成疑痴 这就可以证明 施舍多福啊 施舍多福 布施智慧我也没有减少 我跟你说法 难道讲以前我变成疑痴啊 我的智慧布施完啊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越布施 我就越会讲话啊 越开大智慧啊 必识法自在 所有的法自在 那就是对经典的无所不通 经典通达 因为由修智慧般若法门所得到的 你法自在 法自在 啊 法自在 那么再来 翻一翻开这个二十页 二十页 那么这个就是 那么这个就是 贪为私祸之所 生死的因缘 因就是 贪欲三毒 缘就是五一六成 果报那就是生死疲劳 那么贪欲三毒 五一六成是诊断 生死疲劳 那是病相 是诊断跟病相 就是处方 治标是少欲啊 治本那就是无为 治本就是无为 迷腹误解 迷的话就生就入六道 心如瀑流 心如瀑流的意思 表示撒那分面无常 变化无常 瀑流的话一看来整个 就是一泄下来的很多的水 可是你一冷静看看 哦 那个瀑布啊 哦 那个 撒那之间变化 撒那之间变化 不的话 法身不动 妄心不起 其面自在 如果你不自在的话 就会投在成人了 天啊 这三毒 这三界的生死海啊 那么生死有两种 二十一页 分断生死 有肉的善业 不善恶业为因 是烦恼占为远 感受了三界六道 果报的身 他的身有分分断断的 果报差别 啊 今生今世做人啊 来世做猪啊 也许下辈子啊 做这个鹦鹉啊 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 就像我今天看的 那个录影带里面 讲的火鸟 火鸟 这个日本人 跑到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哥斯大林家的 这个 炎死生命里面 走了几天几夜 爬了到三十千公尺去 去看一只鸟 看一只鸟 那只鸟是世界中最美丽的鸟 哦 那长长的尾巴 长长的尾巴 展示胸部都是红色的 那边都是 背后的绿色的 哦 那鸟 很漂亮 很漂亮 那为什么变成那些 那么漂亮的鸟 就是前世啊 每天都跑百货公司 嗯 好远没人家去啊 哎 大家买衣服去百货公司 早上去百货公司 去买那个漂亮的衣服 嗯 闭着去叫 嗯 嗯 便意 无漏的善业为因 所知障为言 所知障为言 所知障就是 该知道的被障碍了 所知道的被障碍了 感受界外的净土果报 感受界外的净土果报 是吧 所以这个界外的净土就是 方便友谊图啦 十报庄严图啦 长极光净图啦 界内的就是凡圣同虚主嘛 是奇境 但有迷雾的迁移 变异是其实没有真实 只是境界的变化而已 好 好 翻开第三觉知经文 我们上次讲两个 那么现在讲第三觉知 心无焉足 为得多求 增长罪恶 菩萨不耳 当面知足 安平守道 为慧四叶 那么 心无焉足 我们 这个是普天下的众生呢 都是这个形态 那么 如果一个有虚佛的人 他不但有了真正的灵魂 真正的生命 没有一个 没有虚佛的人 他除了存在一个躯壳以外 他的灵魂很苍白 因为缺乏真正的智慧 那么 那 众生上 心都是不知足的 在佛法 人的烦恼 不可能离开四个角度 第一 就是我吃 第二 就叫做我见 第三 叫做我慢 第四 叫做我爱 这在维斯学 就是第七意识的具足烦恼 我们现在谈 人生的四个大烦恼 学活 我们不要谈得很玄 学活的最基本上的涵养 我们应该有 我吃 鱼吃的吃 吃就是无名 对一切的事 跟离我们明暗 而无所觉知 明就是我吃 这所到之处 包括中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 包括一切的众生 只要没有听到佛法的 都不可能离开这个我吃 从这个宗教信仰里面来讲 这个众生的鱼吃 美国 在偏远的地区 有信仰一种叫做 叫做蛇教 蛇教的 他为了试验一个人的胆子 把那个毒蛇 缠在这个身上 然后他向神祷告给他勇气 然后他认为以毒蛇来放在身上 就认为他以神同在 神来到他的心 他并没有任何的恐惧 那么这种宗教 因为用这种毒蛇来缠身 结果被咬死的人 那是成千上万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那是释迦牟尼佛讲 这叫愚痴的 用这种修持法 并不能成就 在西藏方面 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也有很多的宗教 比如说在千康藏高原那一带 他们要祭祀 这个丰收 这个丰收 他们一定要宰杀这个羊 宰杀这个羊 向上帝来祈求这个福 那这个羊 就变成牺牲品 而在这个阿拉伯的 阿拉伯的这个国家 他不是宰杀羊 他是宰杀这个骆驼 宰杀这个骆驼 这个骆驼一生一世 替着主人这样子背负重担 行走来回几千公里 而到最后的命运 那就是砍头 骆驼 那么这个骆驼也是用来祭祇典里面的一种牺牲品 牺牲品 这个骆驼很惨 我看过这个录影带里面 阿拉伯人很残忍 很残忍 这个骆驼那个刀子 那个肉片阿 非常的厚阿 然后这么长阿 然后树立一个竹竿起来 然后他们呢就向上帝阿 祈求祈祷 那个刀子很锋利 他一下子就从骆驼的头砍下来 有种种种的错误 以人为的因素加上自己自我的想象 设立种种的规范而不是一个解脱之道 然后拿来自我的祈祷 向上帝的这个祈求 然后自己觉得很渺茫可怜 然后也能显示这个上帝的存在的伟大 这个就是吃鱼吃 这个鱼吃没有救 没有办法 所以在生生世世的累积所造的恶业里面 也碰不到善之士 也碰不到道场 也没有碰到录音带也没有碰到佛书 什么都没有这个因缘 所以就鱼吃到家 就鱼吃到家 没有办法 这个吃 再来就是我见 那么这个也是很大的烦恼 这个我见 我们在十字讲表以及过去都重复的在谈 所谓我见就是执着这个五印的和和声 认为有一个主宰的真正的我 以我为思想的中心 简单讲我见就是主观的存在 真正的一个我的存在 用主观意识存在内在 而否认了外在的一切 比如说 别人跟他对立 那我就说你敢跟我斗 你斗不过我 是你敢得罪老子 老子要你好看 这个我见所到此处都是这样子 那么 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五印和和的是假象 你从此以后 你这个我见认为执着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个我见简单讲就是用主观意识 而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那么他的烦恼就会不断了 他没有容纳异己的存在 就是他没有那个修量去容纳 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 那么你想想看 在这个世间整个宇宙里面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的看法都跟你一样呢 那么你没有容纳别人的哑量 那你想要过完今生今世 没有烦恼的生命 那是也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说能够容纳异己的存在 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所以不想海阔天空 所以真正的福德不是金钱 而是忍辱 真正的福不是金钱 而是忍辱 所以佛讲忍辱多福 因为你要是这个我见里面的放下 所以要听两种人的话 第一个要听大智慧人的话 第二个要听有经验人的话 你要碰到大智慧人的话 你要赶快放弃你的看法 你要碰到有经验的人的话 要赶快放弃你的看法 所以聪明的人拿别人的生命的经历 拿别人的智慧 来马上应用在他的生命观里面 而一次的人不相信这个圣贤 不相信这个智慧 有经验的人 然后他用长时间的磨念 然后产生了错误 然后十年后就发现说 十年前我师父已经讲过了 我师父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个我见有很多很要命的 第一个就是果足不前 第二个就是烦恼不断 第三个就是树立敌人 果足不前 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进步 因为你我见太重了 那么让那些跟你讲的人也没有办法 你也不接受 那人家也会很疲乏 我见 人家不会进步 再来就烦恼会不断的 烦恼你这个我见 你永远肯定自己的主观意识 就是永远 烦恼不可能会断掉这个烦恼 没有包容的内在 没有宽恕的心胸 也有不可能的 第三个 永远树立敌人 你以为你我见你不听别人的话 你现在跟一个永远我见的人 他怎么会听别人的建议呢 他怎么会听别人说 我错了 我错了 是是我错了 我求忏悔 他会这样子吗 他会说 我不对 我求忏悔 然后就 不甩人家 我不对 我不对 人生我不对 对了 我们众生他讲不过人家理由 他那种里面的那个建 还是在抗拒外在的接受 没有办法 他实在明明错误 然后就在 人生我不对 人生我不对 你都贏了 你都贏了 对了 你都贏了 这个建 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写这个柔和柔软心 对于有智慧的人 对于有经过经验的人 他讲的话 你要好好地听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可以吸收最了不起的这个知识 而且可以缩短你生命的浪费 你不要去学习那种 永远学习那种 这个会错误会后悔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建 就是一个 执着有一个主宰的我 第三个叫做我慢 我慢 那么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的 夫妻之间会讨价 叫我慢 师徒之间看法不懂 叫我慢 这个我慢 就是说无始继以来 都执着一个我 使这个心高举 高级就是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很高超的地位 啊 认为别人都比不上我 哦 同学们 这样过日子会很痛苦 我们 如果你把它观想成 我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人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那么你不要把自己抬得很高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摔 如果说人家讲 啊 惠里皇师你很坏 对 我很坏 我比谁都坏 那再接下去他就不想来讲什么了 因为没有话讲了嘛 因为我已经自己承认我很坏了嘛 对不对啊 别人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个我慢就是 依靠这个五应生令心高举 这个错觉 我慢就是产生错觉 因为认为有个真正的我 有个真正的我 第四个就是我爱 我爱就是所执着的我 生生单早 谁就我爱 我们所谓的贪心 担心一些所谓的心无厌主 心无厌主 那么在佛经里面呢 对这个不知足或者知足的人 有强烈的对比 佛异教经里面说 知足之人虽卧地上 有为安乐 不知足则虽属天堂 亦不称亦 我们来解释一下 知足是懂得观照的人 虽然过在地上 就是没有床铺可以睡啦 没有好的棉被啦 就简单一个地上啊 有为安乐 也非常的快乐 也非常的快乐 那么我们内在里面呢 常常要告诉自己 我们能够听到佛法 这个世界上已经 不值得我们这样子 斗争啊 不值得我们这样计较啊 所以说为了一件小事情啊 而争执啊 人生实在太短处了 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啊 就争执为了一千块 就两千块 或者是为了那么一些 芝麻小事情 就闹得很不愉快 这些不观知足 我这个人我非常自主 我非常非常的自主 I am I satisfied I be satisfied with 我们非常的自主 我这个人 别人我不晓得了 我看到这个佛法 我已经找到真正的生命 也能够辟度出家 我以这个世界无所求 这个社会给我多少 我就回馈这个社会多少 社会有钱我就跟着吃好一点 这个众生供养傻啦 我也一样很快乐地过日子 我可以把我的生活 降到很低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每天没有饭吃 我可以煮稀饭 我煮稀饭 随便买一个土豆啦 花生啦 酱瓜啦 随便炒一点点菜 我就可以过一餐 从小我不晓得这个enjoy 所以享受是什么东西 我一生一世没享受过 可是我一年听到佛法 听到佛法 我一生一世里面没有去过舞厅 没有去过咖啡厅 没有去过酒吧 夜总会 什么娱乐的场所 从都没有去过这种地方 那么那些每天都追求那些地方的人 那怎么会比我们快乐呢 我没有 我是一个平凡的修行人 知足 太快乐啦 佛法的乐是永恒 这是发自内心里面那种安详 知足 内心充满的智慧 温和 忍辱 慈悲 宽恕 喜舍 你说世界上哪有 比这种人更快乐的 说虽我地上有为安乐 这个再来就不知足的虽除天堂 义不称义啊 也不满自己的意思 你说不知足的虽除天堂 一个人不观知足啊 那怎么能够活得会快乐呢 义不称义 就算他跑到天堂去啊 他也不满他的义 为什么大发牢骚 人最怕的就是一天到晚大发牢骚 最怕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想到 哎呀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失之健全啊 那么如果 我想着一个人呢 拖在地上里面呢 爬的时候啊 或者是脸部严重的伤残啊 或者是 这个严重的这个 开过刀啊 病入高方啊 临死之人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贫穷啊 要拖累这个经济的负债啊 你是那个人怎么过啊 我们今天还不到这样子的地步 哎 能够吃了三餐 有个健康 我告诉主委 不知足的人 会砸掉你一切美好的幸福 不知足的人 会砸掉你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足 你大发牢骚 你心里面充满着恨 充满着抱负 充满着怎么样 啊 不平 那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那搞到最后没有一点幸福可言 要观知足 再来 不知足的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那 就不知道 观察知足的人 虽然他很富有 但也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为什么心不快乐就是很贫穷的人 所以主委 师父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一个有钱的人 我 不会说只有有钱的人来 我跟他谈 穷人来 我就不跟他谈 我不会这样子 我 从小到大 就我就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今天虽然能够这个讲坛也不是我的能力 是大众的能力 虽然我做代表 我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 我很了不起 有福同享 有个讲堂 大家来一起念书 一起用功 就这样 是虽负而平 不知道满足的人 再多的金钱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知道观照满足的人 他虽然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那么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所以 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我很肯定百分之一百万一千万 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因为我不缺少什么 人道无求品质高 无义则刚 我也没有什么好追求的 再来 不知足者常为五义所圈 为知足者之所怜悯 全是明知足 就不知道满足的人 常常被这个五义六层 就财色明十岁 牵着这个团团转 五义所牵 就不知道满足的人 他一天到晚就追求财色明十岁 这个就通往第五条大道 康庄大道 财色明十岁 财色明十岁 第五条坑 你要跑到第一很简单 你的命追求这些 那就很快就到第一 人都往那边报到 你不知足者常为五义所牵 那圣人牵不了他 圣人牵制不了他的 永远你在里面本性的功夫 有充满了大智慧的人 那这世间哪一样东西可以束缚得了他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谓知足者之所灵敏 懂得知足的人 就灵敏那些不知足的人 所以有的人讲 有钱的人快乐 不不不 不是有钱的人快乐 有知足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快乐 有的人 这个十几亿 像我那个徒弟 他的爸爸 拥有不动成就十五亿 十五亿 他的爸爸那套西装 是穿了十五年 那个内裤是用米云叠亚而插 这个米云叠亚而插 这个老一辈子都穿那一种的 老一辈子都穿那一种的 还写个净重五十公斤 哇 还刚刚我出来的政队面 美国人看到 哇 嗚 哇 这个你有去看一边的女人的头家吗 哈哈 看著那些片子就好 金水啊 怕死人 所以說不是擁有幾百億幾十億的人會快樂 我常常講嘛 我說王永靖很有錢 然後他吃的頂多露個低咖 眼前開散 然後你吃什麼 你這王永靖幾千億耶 不得了沒有辦法賺 我看多少錢 那王永靖自己也不曉得他自己多少錢 他所能吃的是什麼 就這些啊 再說 像我們到出國的時候 到Hotel去的時候 出國去的時候 Hotel的底下 那個吧檯 因為大家都住那邊 我還是要進去住啊 不然你叫我住哪裡 進去的時候 就在那邊彈吉他 就幾個老妹來聽 賣賣賣賣地來啦 就唱就聽到歌 那我就是賣賣賣阿彌陀佛 我就念阿彌陀佛 我的我的阿彌陀佛 那麼這個眾生呢 他除了吃喝玩樂 做個汽艇釣個魚 然後沖沙游泳 然後再來做個直升機 或者是飛機 然後逛百貨公司 或者是打打球 或者是賽馬 他不曉得真正的生命是什麼 他不曉得真正的生命是什麼 所以 念滿經說 知足第一樂 知足是第一樂 懂得知足的人 那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叫做知足第一樂 老子也 霍莫大義不知足啊 所有的霍患啊 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霍患啊 所以同學們 我們今天來聽到佛法 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雖然我們身上沒有什麼錢 但是我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我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也就可以了 也就可以了 達摩祖師啊 教了我們四種修行 可以啊 這四種修行啊 可以我們任應啊 任應在這個世間裡面 這四種行你要特別注意聽 第一就是抱怨行 果報的抱怨恨的怨行 就是我們行走的行底下 一個瓜糊叫做忍入波羅蜜 什麼就是抱怨行呢 比如說你出生在一個很不美好的家庭 你的父親對你不好 或者是你的母親對你不好 或者是你的後母對你不好 或者是你從小就受到人家的欺負 衰的事情都是輪到你 好的事情就輪不到你 所以這個一本初衰 從小到大都是衰 就是一本初衰 還有一種念法叫做一本初哀 哈哈哈哈 我們是一本初衷 人家是一本初衷 我們不是唸衰就是唸哀 那麼這個抱怨恨啊 就是說來到這個世間啊 都是互相抱恨的 所以夫妻也好啦 太太對你不好沒關係 先生對我不好沒關係 我們忍入 我們歡喜來接受 像我現在的徒弟對我不好 我會拜託他 我會先跟他頂禮說 麻煩你老人家出氣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結厄緣了 所以這個達摩祖師叫我們二十二六十中 觀想眾生對不起我們 我們就修忍入波羅蜜 我們就認為這是抱怨行 就是我們還債的 有的話你就盡量的還 有的話就盡量的還 所以來討債的話 不要有生氣 不要有報復 報復的話會重複結這個惡緣 簡單講 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的 止渴忍入 不能報復 止渴隨緣 不可破壞這個因緣 然後你抱恨來 我就接受 我就接受 只要不太過分了 如果他要你的命 那當然不行啊 比如說小偷啊 強盜啊 拿你一隻刀子啊 就要你死了 那就要抗拒了 開玩笑了 對不對啊 那不能再來啊 書講的啦 反正我的前盤接受 不是這樣子的啦 不要你命的時候 可以前盤接受 要你命就要拼 你是真的拿刀子來的話 就是啊 那就要讓我死 那開玩笑嗎 啊 不是開玩笑 不可能 我不可能這樣子 我還要行死 我還行菩薩道 像釋迦牟尼佛 是吧 你殺掉我 我先殺掉你 我還要救無辯無辨的眾生 我怎麼可以讓你殺掉啊 對不對啊 那要看情形啊 那不是 不是說抱怨形 就是人家對我不好啦 是說我們可以忍耐的 就盡量忍耐 沒有牽涉到我們所有的財產 或者說沒有牽涉到我們的生命 那就可以嘛 牽涉到我們的財產的 我們還可以忍耐 牽涉到我們的生命的 那就趕快逃跑啊 那就趕快想辦法啦 那你不能還是站在那邊 老是死路一條啊 傻瓜 你不要跌到坐船 然後不小心跌到這個水中裡面 師父要救救你 師父不要救啦 師父這是我的命啊 我一定要死的啦 你不必救我啦 讓我沉下去好了啊 這叫愚痴 Foolish 二就是隨言行 隨言就是說我們知道 一切都是無我 我們一切都是業力所轉 你受苦是我們的業報 受熱是我們的福報 都是一年生的 如果得到殊勝的果報 比如說你今天呢 兒子讀到博士啦 你的協力高啦 或者是說你家真的很有錢啦 很有地位啦 或者是說你今生今生長得莊嚴啦 漂亮啦 美麗啦 或者是說你有特殊的異餅啦 不是餅乾的餅啦 就是那種異餅啦 天生異餅喔 那麼如果你有這樣子的超人才是才中的 那麼就說可能我前世有重一點善根吧 有的人一出生智商就是很高 有的人一出生一智商那就是低的不得了 低的不得了 所以啊這個都跟前世有關係的 前世有關係的啊 那麼所以就常常觀照說 這是我術士的英所感的果報 我今天苦也好 熱也好 我隨緣 我隨緣 所以緣盡了也環無 所有的福報緣盡了也沒有 就是啊 如果說今天我的榮耀 我的金錢財富 我的天仙美貌的太太 或者是英俊的這個先生 或者我的先生真的很了不起 或者是我這個家庭是怎麼樣美好 緣盡環無 和喜自由 沒有什麼叫做和喜之處的 我這種觀照太厲害了 那就是空性的東西 當下就是空性的東西 所以隨緣消就業 莫再造新娘 你千萬不要再造惡啦 不要再造惡啦 得失從緣 心無增減 哇這更棒 得失隨緣 心無增減 心無增減 心也沒有高也沒有低 該來的來 該走的走 喜怒濟無啊 也沒有喜哪來的喜啊 這個世界本來就無常法了 哪來的怒啊 別人對不起我們別人赴英國了喔 我們用不著啊 很麻煩啊 所以啊 動一個念頭 替無知的人可恨呢 不如可憐 你動一個念頭去恨一個愚痴的人 那你不如可憐他 你同情他就好嘛 許怒濟無 明順一道 明是幽冥界的明 一個蓋子一個日再六 明 明就是這個意思 明順一道 一個蓋子 然後一個曰 一個六 明 明順一道 明隨言行 簡單講隨言行 那就是所謂的少欲啊 能夠知足 第三 這更了不起 就是無所求行 無所求行 哇這個拿摩祖師 下了這一鐵藥 真是清涼劑喔 無所求行 世人長迷 世間人長時間的迷惑 處處貪著 明知為求 智慧智者誤真 有智慧的人誤到真理啊 誤到這個空離 離以俗返 這個道理剛好與世俗人相反 為什麼呢 世俗人是越多越好 他越覺得快樂 越覺得知足 越覺得這個 越覺得這個幸福 這個修行人 一反過來 也能夠無所求 也好 也能夠解脫 也好 安平無求 行隨運轉 這個軀殼啊 行隨這個因緣而轉 萬有失控 無所厭樂 萬有失控 這一切天地萬物 通通是空性的東西 無所厭樂 沒有一點覺得那些是快樂 沒有希求 啊 沒有希求 所以功德黑暗 藏鄉水族啊 功德黑暗 就是說 善的是功德 壞的是黑暗 藏鄉水族 那麼我們不求功德 也不求黑暗 一切放下 這三界萬 猶如火仔啊 這是法法經講的 有生皆苦啊 誰的長安 你只要有這個色色 你一定要受這個痛苦的果報啊 誰能夠長安呢 了達此處 喜相無求 了達此處 如果你透 透得住這一關 你就啊 無求 你也不會積極的 去追求一個女孩子啊 那頭部的時候 你人不找人 我們就回家裡靠啊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有人那個小姐長得很漂亮 然後自我 安慰讚嘆 然後到師父 師父面前來 然後 她又來讚嘆自己 然后他不敢说他自己讲了 然后他就会说 师父 人家都说我长得很漂亮 我就会说 如果没人心想 留在自己摁 留在自己看 你留着自己欣赏 你为业绩子荣 你水人 如果没人心想 那你一样 你真正大智慧的人 那怎么可能会让你这个美貌迷惑颠倒 不可能 那是一个趋合一个臭皮囊而已 那谁 那如果说迷惑颠倒了这个众生 那他就会追求 那这个也是无常 所以你追求到他 你又能代表什么 那么因此我们了解 结过婚的人是痛苦不堪 整天折腾 没有结过婚的人是拼命的追求 拼命的追求 所以如果我们学活的人 冷静的思维 一切从严 该你的就逃不掉 不是你的你强求不得 强求不得 所以有求皆苦 无求乃乐 谁知道无求是真为道行 那是你无所求 少欲之子 我现在就是无所求 我也不晓得要求什么 唯一的求 那只能讲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是求 那是求出世间的解脱之道 那你要叫我现在求什么 我不晓得要求什么 我就不求老婆 也不求儿子 也不求公民 也不求利路 也不求成名 也不求财富 我也不求别人对我怎么样好 我只要对不起众生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常常说 我现在很惬意 我现在非常的舒插 所以啊 诸位你们来到这边呢 就是赚大钱 我常常告诉信徒说 你来到我讲堂 你就是真的是赚大钱 你赚的就是无所求 几百亿的财物 都比不上你这个 来上两个钟头的课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听了这个课程以后 那真是不得了啊 知足快乐啊 我们有阿弥陀佛 就是啊 我们临命中 我们中间这个站着 这个四位先生 要来接应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他也是以凡夫十字所修传的啦 我们多幸福 我们的爸爸 慈父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等着我们 想起来我的前途就会无量 我的内心里面就充满是欢喜 再大的委屈就化为成老 好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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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觉知 第三 第三要 那放开那个 第三 放开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二十二现在是修定 定 心里要有定 我们的本性啊 是真的 真的 所以啊 圆圆圆圆 就是表示我们的本性 真的 光明的 左边黑的 就是我们的无明 呃 我们的无明 呃 我们来先看无明 看无明这边的 我什么叫忘呢 就无明 就是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 他就会 起祸啊 祸就是 祸在旁边写两个字 叫烦恼 就是起烦恼 祸就是烦恼的别名 啊 有的人念老半天还不晓得祸 就是起祸 就是起烦恼 一切烦恼就叫做祸嘛 起祸就是什么 妄念不停嘛 我们的妄想啊 从来没有停止过 啊 好了要更好 要永远不知足 不知足 啊 再来 成欲欣然 无意六成啊 拼命的追求啊 有钱 要想要更有钱 要再更有钱 有个老婆这两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啊 轻然 世间呢 有明呢 更加的有明 啊 轻然 再来 迷惑真上 迷惑 为什么会迷惑真上呢 左边 无厌 因为你不知足嘛 不知足的人就会自害啊 为什么你内心里面充满的烦恼 你不知足嘛 害他 那就是伤害到众生 那就变成造业啦 你要付这个因果啊 对吧 为得多求 得求 你要得又是求呢 就会害他 就烦恼 自害就是果报啊 就增长这些 造业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生三口事啊 啊 离不开这个生理的三种 杀到盈啊 口是四种 恶业啊 就是望着这一边 啊 所以这个得求的害他 就会令众生烦恼 你令众生烦恼 就会自害 就是要受果报 受果报 所以我常常欠导众生 如果有人伤害你 错了 他伤害不了你 他在地理消灾 他伤害不了你 是伤害到他 啊 再来二十二页啊 右边这个真 真就是唯会 只有智慧 才能显示我们真实的本性 会 那就是第一个文思修 文 啊 就是文慧 思就是思慧 修就是修慧 那么这个文思修 都通达一个慧字 所以这个慧就是包括文思修 所以这个慧 啊 就是文慧思慧修慧 但是简单称就是文思修 当你闻到佛法 你就好好的思维 思维就是观照了 观照 修就是起行啊 修行啊 知足就是戒啊 啊 你知足你就不会去造业吧 离开这个禅欲啊 所以这个自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右边 守道 心就能够定啊 定就产生有智慧啊 你要是守道 就可以指这个妄念啊 右下方 有一个定共戒 有一个僧慧 什么叫定共戒呢 什么叫定生慧呢 定共戒就是 当你少益知足 内心有的定 那就是等于持戒 啊 我们说戒定慧 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定共戒 所谓定共戒 再重复讲一遍 因为内心定力而产生自然能够持这个戒力 我少益嘛 我知足嘛 那我当然不去造业 我不去造业 当然就是持戒嘛 所以定共戒就是因为心里有定力所产生出来自然就会持戒清净 定生慧 就是我们的定啊 会产生一种智慧 啊 智慧 好 各位先放开第四段的经文 第四觉知 第四觉知啊 是说 懈怠 坠落 有的人说这是堕落不对 应该讲坠落 常行精进啊 我们也好好的精进 破烦恼 恶 吹拂我 誓谋 出阴界欲 啊 阴界欲 五阴啊 十八阶啊 那么 我们慢慢来谈 谢 跟带啊 都是一样的意思 啊 这个谢也就是带 这个带也是谢的意思 带也可以就是慢 做什么事情啊 啊 舒服傲慢 带就是不甩人家 不去从事自己的职责 啊 就懈怠 罪跟弱 罪就是弱 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为了一句一句啊 配合起来啊 那么这样比较好听 精进 精子不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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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修行 我不夹杂任何的世俗 进就不退 所以我们说精进佛期 我这七天里面 就念佛 我不夹杂的参禅啊 持咒念佛 就是念佛以外 不夹杂的像密宗的持咒啊 等等这些观想啊 这七天一心一意的 宋弥陀经 啊 唱战佛记 然后念阿弥陀佛 经就是不眨 啊 静就是不对 那简单讲精进佛期就是不眨 而且不退转的 单纯的提一字佛号一直念 叫做精进佛期 是 跟理来讲 是念念勤修是是啊 但是念念空极是理 其实我起心动力我在观照 但是每一个观照都是空 哎 简单讲本性就是要 要这样子在本性上建立正确的知见 所谓的妙有 妙有显现出来 妙有真空妙有 我们所有的理念都是空的 但是所有的念都是正的 所以无念要建立在善的一面 那无念要建立在净善 纯真的本性才能建立这个无念 所以无念是没有世界的杂想 没有世界的妄念 不是没有正念 那没有正念就完了 那就像镜子 不照而自然照 那镜子为什么讲不照呢 因为它不是刻意的照 你拿什么东西它就自然显现 它没有刻意的照 可是它却有这种能力 本性就是这样子 无念可是它却有一切的能力 所以世间的一切啊 或者初世间的一切啊 智利利人的事业啊 没有一件事情啊 都不是由精进而来的 你说我今天我要上台演讲 我本身来讲我过去没有一段的精进 来阅读这个藏经 那我如何来教导我这些徒弟呢 是一定要自己本身去精进的呢 那么这个精进呢 从以前啊 都有这个比喻 比如说小水长流 就是滴水能够穿死 这个精进呢 并不是说我一下子一天听到佛法 我就定五千声的往生咒 我一天就定了一万声的这个往生咒 有的人定了这个功课啊 就完全错误 以前有一个人听到这个地藏王菩萨 就非常的精进 半夜都起来拜 拜到三个月以后就退了 所以同学们 这个精进修行 你只要稳住什么 稳住早晚恶客 就不得了了 你只要稳住这个早晚恶客 就不得了了 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计划 我这个礼拜要做什么 我应该怎么用功 而当下个礼拜这个礼拜结束以后 你会发现露动百出 你会发现你所要求自己的功课 会都弥补不过来 所以人常常每天都在弥补自己的功课啊 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因此啊 出家为什么一定比较精进 因为这生团你不起来不行 你这里三四点你飞起来就是不行啊 借着大众的力量 束缚耶稣你精进啊 所以这个修行要像低水穿死 第一种比喻 第二个要像钻木取火 这个火没有跑出来就必须要加紧用功 就是你还没有消息的时候啊 你这个内心里面本性还没有消息 那不能停 那不能停 所以古来啊都用两种比喻来修行的 那个细水藏油 滴水穿死 钻木取火就是叫你要有恒心 不怕你急啊 怕你这个这个 怕你要缓那个功课 钉得急的没有用 听到这个佛法 我一天就几个钟头念佛啊精进用功 那很好 我说那动不顾 动不顾呢 动不顾 也慢慢来 慢功吸出这个细火 古来高僧大的就是这样子 我前几天到佛光山去讲给五六百个法师 就前三月二十嘛 我就跟他举几个例子 我举几个例子 你就知道修行不是开玩笑的 第一个 不要动不动就要练不导弹 练这个不导弹 像我们以前啊 有一个想练不导弹的 那么念不导弹啊 这个这个坐在藤椅啊 第二天起来 竟然躺在床铺上睡觉 算骂人家 说谁啊 把我的闹钟啊 把他切齿 竟然就是他把他切齿 睡醒了 迷迷糊糊糊就按下去了 驾 按下去了 第二天再骂别人 你看门还看门还锁着呢 还没有任何人跑进来 这个闹钟自然就切下去了 所以啊 这个慢慢来 不导弹还没有念成 要先念导弹 我现在就是念导弹 还有我一个同餐道友啊 他一开始就是念精进 精进 爽腿一盘起来 在冬天的寒冬的时候 他就是要念不导弹 不躺下去睡觉 很精进啊 结果现在两只腿啊 严重的风湿 严重的风湿 才年轻年了 三十多岁了 他已经治疗了几年了 治疗了几年了 我这只手 尤其那种风湿症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 很难治疗的 所有的医生最怕的就是这种病啊 我这只手啊 以前在高中练台前道的时候啊 伤到啊 伤到的时候啊 我一直到大山的时候 开始有点点酸啊 大山啊 然后就出家以后啊 以前住在雷音寺啊 那种天气啊 寒冷啊 风又强 那么后来以前啊 为了要表示自己 慈戒清静啊 去睡那个地板啊 那个地板就很凉的嘛 地板结果啊 去给中医师看 中医师说你这样不行啊 你将来你这只手 踢不起来 那竟然到 到这个这个这个 呃 快停了 哦 那个酸的晒 没有办法 很痛苦 Q 抽痛 抽 抽啊 现在还有啊 我常常这样很慈悲的 讲出我肺腑之言 同学们 不要糟蹋你的身体 失去健康的人 才知道健康的可贵 真的 不要糟蹋你的身体 不要胡搞乱来 不要打安非他命 嗯 不要糟蹋你的身体 比如说你熬夜啊 你酗酒啊 或者是说啊 你这个车子开了一百三啊 发生车祸啊 好像很可惜 就是说你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臭皮囊 可是这个生安而后道隆啊 这个精进修行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的身体 要照顾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佛异教经里面讲 这奴登比丘啊 若勤精进 则事无难则 如果你们精进呢 世界没有所谓的难 事故奴登 当勤精进啊 当勤精进啊 比如小水长流 则能穿石 这个水长流 若行者之心 朔朔谢费啊 修一修又停 修一丝又停 比如说钻火啊 为热而习 钻木齐火啊 钻木齐火啊 还没有热就停了 所以得火火难可得 所以虽然啊 你只要得到这个火啊 你火这个根本得不到的 这个叫做精进 法华经里面讲说 我以阿难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自己讲 我跟阿难在空王佛所 同时发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心 阿难常乐多文 阿难喜欢听闻佛法 只喜欢听闻佛法 就不修行 而释迦牟尼佛说 我常勤精进 而我常勤精进 持咒念佛拜佛 拼命的修 师父我已得成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 所以我已经成就佛陀了 阿难护持我法 还在做我的弟子 你看看 所以说 是谁要做师父的很难啊 谁要先成佛也很难讲啊 在我们这里面的人 在这里面这些在家祭司 也许你们将来比我更早成佛 那么我请你们慈悲 说我为徒啊 不过我看起来 好像没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 好像没比我更快的 我这四个人一定准备好了 我这四个人就准备好了 十废没失误 绝对不失误 我这个是九牛不晚的艳丽 决定生死要了 一点都不会含糊 一点都不含糊 我的心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都安住在佛号里面 不管我做任何事情 包括上厕所 我的佛号不会断掉 所以今生今世 如果你没有一个了断 我常常欠告我这些出家的徒弟 说五十节以来 生老病死六道轮回 老父子 是个人的 我今天要跟你一个了断 我要跟你生死没完没了的 今天一定要跟你讲个清楚 无量一节来 你今天听到佛号又是年轻人 再不做一个生死的了断 那完蛋了 人家说师父你是完人 对我是完蛋的男人 是完人 生老病死 你这个多劫以来 你不赶快斩断这个世俗的情欲 不赶快斩断这个贪生死 你要修行我觉得那很难 现在就有心理准备了 现在就有心理准备了 我已经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所有的快乐 我一无可求 我也苦无了 我真的以事无真 也无所求 虽然我没有办法就是祖师大德这样子 如果目前我有这种心境 朝着这个目标再走 不过日子很好过 烦恼也少 有时候 师父有缺点但是也有优点 优点斜斜 很好过日子 还有就是不要结恶言 不要结恶言 啊 任何一个人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不要结恶言 随言消旧业就好 神灵言经里面讲 谁有多问若不修行 已不问等 如人说时终不能保 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多问听了很多的佛法 如果你不精进修行 跟没有听到佛法 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说时终不能保吗 所以我希望你们那个念珠啊 戴在身上啊 二十四个小时都念佛 奴随历劫一直如来 秘密妙言啊 就是说佛法啦 你们虽然能够想到 释迦牟尼佛 或者诸佛所说的这个正法 也不如一日休止漏夜啊 远离世间真爱恶口啊 就是你不如一日好好的休止 就是停止啊 一会儿漏夜 要赶快停止 那就是意思叫观照无念 观照无所住 观照空 观照圆起 观照无常 当下进入空性 那就是无漏夜 然后好好的念佛 远离世间的两个就是恨跟爱 爱恨爱 恨爱是两种仇敌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人家对恨跟爱的这个这个形容啊 有很多 所以我们有说 说爱恨 恨 攪知 会毁掉一个人 爱恨 交知 夺走一切的幸福 爱恨 交知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 爱恨 是修行之大敌 爱恨 是所有烦恼当中的罪 爱恨是我们的烦恼贼 所以自古以来对爱跟恨对立的观念 都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 要看到这个爱跟恨 那么你随时在这个 尤其这个唱歌里面的歌词 歌词特别多 所以你唱歌随时拿开来 你就会听到 分离分嘎嘶 分离分嘎嘶 歌词 我分离 我分离 开口就是这句话 到处都是 所有的歌声都是这样子 我如果没有学校歌里面也是在唱这种歌 在那个国王西餐厅的招条 我如果没有出家 我的歌声可能不错 可能也是 一天去探这五把 唱歌 所以可能也是唱那个布袋戏的主题题 没有 我要做什么 我这种这么小的 讲起来也没法 宝头是啥没法 那你说我要做什么呢 只有穿着 我这么矮 只有穿着这个矮矮的西装 打个那个领结 去唱歌 然后 靠那边 靠着那个墓 靠着那个墓来给他赏试 因为我人小孩 唱歌都在那里 我叫姓娃 我唱一个片子 我恨你 可爱的人 就提起来 五把 一天 一顿 一顿 都很容易 谁 那怎么来 什么 那么 我会 打悉 我 我 是 我 我 我 都 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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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